在我的书柜里 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金是放在最上一层 为什么要放在最上一层呢 那是金宝 你恭敬他 你越虔诚你越恭敬 你越信赖 那个力量越大 你越不恭敬 越不信赖 那个力量就小 这个恭敬非常的重要 一切的法都是从恭敬中去求的 你要宅舍光明 宅舍光明 就是任何邪气 任何斋账 任何灾恶都不能相清了 所以要如理如法去供奉这部经 一定要供奉于高阁之上 比如说你住的是楼房 这部经就要放楼上 不能放楼下 你如果住的是平房 这一部经一定要放在最清净的地方 最恭敬的地方 要供奉在最恭敬的地方 最清净的地方 所以这一句经 大家一定要盯紧了 要看住了 加油此经 宅舍光明 灾难无情 你至诚的供奉 就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 灾难都清不了了 那么有些人 他为什么 他家里有这个三观经 他家里还有灾难呢 他没有至诚的供奉 他只要至诚的供奉了 一定是能够宅舍光明 灾难无情 你看《清净经》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误解之者 摘账不干 众生不闷 要误解之者 摘账不干 众生不闷 并不是说你去念了一遍 念了一遍 那只是最基础 最基础的功夫 是不是 最基础 最基础的功夫 先人葛温约 无得真道 承送此经万变 此经是天人所惜 不传下世 五夕 五夕于世 疏而入之 上世物之身为天官 终是修之难过那些 下世得之 再世长年 你修行的程度不一样 果福报是不一样的 修正的这个状 这个境界是不一样的 上世物之身为天官 终是修之难攻劣险 下世得之 再世长年 这是什么 这是修行是有次第的 正义真人曰 人家有此经 误解之者 债帐不干 众生富门 神圣上界 朝拜高真 左旋真人曰 学道之事 词诵此经者 即得识天善神 拥护其身 然后御福报神 兼练行 行神俱妙 遇到何证 这三位真人 讲的就是 你修行 这个清静经 四地的不同 你得的这个功德福报 是不一样的 你简单的把这一部经 供到这个家里面 和你 能够真正的去受持 三元灾界 修行 忏悔法门 断食恶 修食善 这种修持来比的话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 家有此经 不是说你光有这一部经 是让你真正的拥有 你是真正的拥有这一部经 你家里是真正的拥有了这一部经 什么叫做真正的拥有这一部经 我们现在好多人也在读这个三观经 也在这个修三元灾界 修这个忏悔法门 是否是家里真正的拥有了这一部经了 没有真正的拥有啊 家里面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照三观经的法门去行持 去修正 那怎么叫做真正的拥有 就像你家里有一本书 咱就打个比方 你家里有一本书了 你这个书 人家问你这书里写了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讲什么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这一本书你叫真正的拥有吗 你不是真正的拥有 是不是 要真正的拥有 真正的去亲近去供奉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东西都是有因缘的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 今天为什么来的人少 要相信因缘的 你不相信缘不行啊 因为大多数人今天都是要上班 是不是 大多数人都是要去做班的 来的大多数都是自由职业 或者是有些是退了休了的 不用上班来 这就是个因缘 你要相信因缘啊 你不相信因缘就不行啊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相信因缘 要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有字啊 那这里面是有大学问的了 所以什么叫做经啊 经就是不可思议的 无边广大的 奥妙深广的 那成为经呢 而且真正的里面是有妙法的 就一个字啊 那里面是有妙法的 里面是有妙法的 宅舍光明啊 这样子你真正的拥有了以后 才能够宅舍光明 才能够灾难无情 接下来天尊又说 佩戴此经 万神拥护 鬼遂永灭 佩戴此经 这部经啊 戴到这个身上 我徒弟跟我讲 说师父啊 你让我这个经啊 有时候 这就戴在了这个身上 哎呀 我包里了 我是装了两部经这来 但是有时候呢 出门在外啊 上卫生间很不方便 因为我跟他讲了 我说你这个经呢 是不能戴到厕所里去的 那是不恭敬的 那说他怎么办呢 有时候让别人帮忙看包也不行的 佩戴此经 一个是从事上讲的 就是说你出门的时候 出远门了 我为了保平安 我身边我带一部三观金在身上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佩戴此经是什么呀 道不可蓄力耶 可离者非道耶 道不可蓄力耶 可离者非道耶 真正的佩戴是什么呀 你一天24小时都是在持三元灾戒 在修学忏悔的法门 在断食恶修食舍 修食善 这是真正的佩戴 是终身奉持啊 一个是有形的经 一个是无形的经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 佩戴 真 你们要真正的会佩戴三观金 要心心念念都在赚三观金 时时刻刻的自己的心观不昧 就是在佩戴三观金 天观地观水观 但叫而心观不昧 你这个心观不能昧 佩戴此经就能够万神拥护 道不可蓄力耶 可离者非道耶 你真正的能够把这个经法 运用在日常的修学工作生活当中 你就是在佩戴三观金 佩戴三观金 心念不空 不利自然 任何的经你看 说到最后都是要强调这个 心念不空啊 心念不空是什么 心念不空过 念念是纯真的 念念是清静的 念念是诚心的 这个样子才能够是福利自然 而且这个福来的话 这个福报来的话 什么样呢 是非常的自然的 他不是说你 有心有为的去求来的 是自然的福报 福利自然是自然而然的 你不求福福自然 不求财财自然 不求健康 他身体就好 人家修学三元灾界的人 修学忏悔法门的人 断食恶修食善的人 人家从来没求过 哎呀我要身体好啊 我要发财啊 我要啥他从来没缺过钱 他身体他从来没吃过药 是不是啊 他家里都特别顺 不用他烦恼 你真正的要清静啊 真正的修学这个法门当中啊 你不是临时报复 土话说的好 叫临时报佛脚啊 是心念不空啊 心念不空过啊 你念念是纯真的呀 你每一个念都是正的 每一个念都是善的 每一个念的都是真的 每一个念都是契合三观大地的圣心的 这叫做心念不空啊 福利才能自然 福报道力 福报的这个 功德力 那是自自然而然的 神力扶持 自然而然的得到 神明的加持 神明的辅助 最接下来的这两句很重要 随心应口 要口而送心而为 口送心为心口要合一啊 这叫做随心应口 不要说嘴巴上是这么念的 心里面想的不是这样的 这不叫随心应口 心口要合一 心口要相应 心口要清净 目的不是嘴念啊 目的是心要念啊 心念要不空啊 你嘴巴在念的时候 你这是这儿要起作用 你的灵台上要起作用 心口相应 随心应口 随心应口这一句 非常的重要 我们念早课的时候 也要念这么几句 下来诵经念念存诚 千真拱听万圣通灵 因缘何气 一谱发分析 道理是一个道理 念念都要诚心的 你要口而送 要心而为 你要口送心为 要一致的 要一样的 有些人嘴巴上说的好听得很 哎呀 我修学三人在街 我修行忏悔的法门 我要断食恶修食善 结果呢 心里想的可不是那样的 那就不行啊 心口就不一了 心口要相应 心口要合一 心口要合派 任何的 都得要跟心要相应 你比如说弹琴也是一样的 弹琴到最后也是 要什么呀 心手相合 心跟手要相合 叫心平弃合 心平弃合 所以万法都是相通的 到最后那一招啊 都是相通的 都是一个道理 心平弃合 得心应手 与武至交 为思亲友 你看前面两句 心平弃合 得心应手 你心平弃合了 你才能够得心应手 那其实弹琴最高的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也有叫心平生 心平生合 得心应手 念经也是一样 此经共计 1675字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1675字 一个字不多 一个字不少 但每一个字 都是真传 每一个字都不能轻视 每一个字都是三观大地 无量的法身的视线 一个字就是一尊神 这一个字就是一尊神 这话不是我说的 过去有一幅对联 叫什么 两目注冠 被行行自自而有神 一心归目 起生生拜拜 以无神 两目注冠 两个眼睛 看着这个经 被行行自自而有神 就是行行自自 都是有神的 一心归目 起生生拜拜 拜有神 你拜颤的时候 生生拜拜 都是有神的 你想这种恭敬 这种虔诚 这种虔诚 这种恭敬 这种虔诚的前提下 能不与道合征吗 能不能 能不与这个三观大地的 这个法身相应吗 完全能够相应 具具消遣 不要说从 经之开始送到最后 就念一句 那就了不起 那就不可思议 那就有我大威德 那么这一句 不真的 又说回来 不是所有人念 这么一句就能 消遣的 你心不清静 日诵千卷 亦突然 是不是 你看我们做科医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句经 三清圣号 广宣扬 一句能消万劫 不光是你现在的罪 万劫以来的罪都能够消消除 三清圣号 广宣扬 一句能够能消万劫 你看我们修太净土法门的人 你真正的在灵命中时 能够一心的清静 能够一不颠倒 神不散乱 你念一句 太旧苦天尊 闭门 太旧苦天尊 辞光的接应 但你有这个把握吗 你没这个手段 你没这个工夫 你没这个把握 你平常不做这个 不念这一句的时候 你到死之前 你念都念不出来 是念不出来的 你念的那一句 跟那个神 他不能相应 怎么能够拒绝消弃 起不了作用啊 是不是 就像吃东西一样的 吃饭一样的 你一口一口吃饭 吃到最后一口 你饱了 你前面的那几口饭不吃 你光吃最后一口管用嘛 所以你不管哪一个法门 都是要长时间的 要凶习它的 要长时间要凶习 叫顿悟不费见修 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千里之行 十一竹下 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句句消迁 为什么能达到句句消迁 那就是长期的凶习 念到最后那一句的时候 消迁了 你不长期的凶习 你能达到句句消迁 所以这个法门啊 你去修 真的是要熏修 真的是要下真正的功夫的 并不是说今天在我这儿 这听一回了以后 你们都明白了 我都还没明白了 怎么能都明白了呢 那经上讲得清清楚楚的 三清甚好广宣扬 一句能消万劫扬 这句话讲对了没讲对 完全正确的 确实如此 不容怀疑 就是如此 那就是能够消万劫扬 那么怎么消 怎么消这里面有法门呢 你怎么做到 念一句就能消万劫扬 过去有一个老道士 在那儿打坐了 然后呢 有个小年轻人来了 说我看你呀 天天在那儿打坐 啥都不干 好吃懒做 什么都不干 就光看着你在这儿坐着 然后老道士一看 这个小年轻的也不懂你嘛 也不明白 就说了一句话 平道一炷香 能消万丹粮 人家在那儿打坐 就打那么一炷香 他能消万丹粮 你说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为什么 你看我们经书上都讲 经卷未晚离地府 速登云路早超生 这个经都还没念完了 念一半了 那王魂就超生了 为什么 经功耗力的不可思议 经是有那么大的威德的 经的威德 由谁来体现 由人来体现 你这个道教 伟大 高深 了不起 你道教是伟大 是高深 是了不起 道教的高深 伟大 了不起 由谁来体现 还是由人来体现 是不是 为什么道教那么的高深 那么的伟大 那么的了不起 另外 历代的祖师 红中眼教 流言法门 那了不起 所以这一句句句句消遣 一定要好好地领会 句句消遣是真实的 都能够消除罪灭 卷卷赐福 一共是四句 自自争权 巨巨消遣 行行灭罪 卷卷赐福 所以我们做道场的时候 就要 就问了 就说啊 说是 卷卷俱俱 消灾诈 自自行行灭 罪前 赤脚大仙 曾请问 受持功德 广无边 首先要相信 要深信 这是 绝对是这样的 然后再要不断地去凶习 最后达到经文上所说的 自自争权 继续消遣 好好面对 证诀词 所以我们有些人 在家里念念经 他感觉自己念念经了 就了不起了 这个根本就是错路 他是背道而驰 他没修明白 没学明白 是不是 他一次为荣耀 你看我会念这经 会念那经 结果呢 修得怎么样 学得怎么样 误得怎么样 参得怎么样 这个经文呢 真的是要去参的 光从书本上 去学那么一丁点来 那是不行的 那孩子真的得要有先天的慧根 没有先天的慧根也不行 你本身那个根基就不大 慧根就钱 他就悟不到那个上面 参不到那个上面 修不到那个上面 还本身根基就钱 更应该要努力 更应该不要教 不要自以为是 你本身根基就钱 你还越 越自以为是 你越学越远 越学越散 接着讲 一切诸天上帝 诸天的上帝 我们在前面讲了 三四三天 有三四三天上帝 三十二天上帝 再加上太上弥罗天 玉皇高上帝 三界十方众圣 三十二天上帝 三界十方众圣 闻说此境 皆大欢喜 所有的圣众 听闻了这三观妙经 神大欢喜 为什么神欢喜 法喜充满 乐文此经 得妙用 真正的行神开悟 神欢喜 你们今天来听经 有没有神欢喜 有没有听到妙处 情不自禁 你看那个西游记里 那个菩提祖师讲经 讲到妙处的时候 孙猴子就在菩团之上 忍不住就欢喜起来了 菩提祖师明白 这个是真正开悟了 然后故意说 你为何在谈常当中 嬉笑 然后孙悟空说 说是刚才祖师讲到 妙处 弟子情不自禁 欢喜起来了 祖师也还要批评他 为什么要批评他 你不要险善 不要漏水 你险善漏水了以后怎么样 你那些师兄弟都要欺负你了 要踢跳啊 是不是 为什么要半夜三更地给他去传道啊 道不传六尔 他能够开悟 明白 背着手从后门径三更天去了 这里面是有玄机的 道教的历代祖师的传道 都是这么传的 那是心口相传的 他生欢喜了 他就 他就明白啊 其他的那也都在跟着那个祖师听了 其实那些人跟着 比孙悟空跟着时间长了 好多年前都已经跟着菩提老祖来 师父在那讲 徒弟在那听 听也没听明白 反正也就就就就在那坐着 为什么孙悟空明白啊 孙悟空根基大呀 他是天生的灵猴啊 这个灵猴代表什么 就代表根基 那是吴承真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就是里面是有意思的 是不是 你看封神榜里那个江子牙跟圣公豹 是不是 说各自到天书里面去参悟基 那个深宫报那个到天书里来 那那那是些啥呀 都是什么名利 打仗杀人放火这些事 那就根基不一样 一个根基前楼 一个根基高明 所以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生欢喜啊 要生大欢喜心 这个欢喜心是由内而外的欢喜 情不自禁啊 真正受用了 哎呀 这一个有字里面还有那么大的学问 还有那么大的记忆 我过去我读的时候 我怎么没没没想到啊 这个有字是要真正的拥有啊 而不是说我家里有一本经就行了 有没有这一种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应 有没有这种感受 诸天上帝啊 文说此经是皆大欢喜 因为生起了这个欢喜心了 大欢喜心生起来了 怎么样呢 信受奉行 他能够去信赖三元 灾界 修学忏悔法门 断舌修士山 接受奉行 所以最后还是要落到这个信根上 落到这个信根上 非常的重要 这都是重点要去看的 去悟的 当然祖师说的经 每个字都是重要的 字字争权啊 是不是 聚聚消遣 行行灭罪啊 卷卷赐负 但我们有些重点的这个字 比如说这个信字 叹得简单 要做好真的太难了 怎么样的信 信为道元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信者无信之 不信者无信之 得性 历代的祖师对这个信根 信德啊 多有阐述 信为之门 你信了 光信还不行 有些人就光停留在信当中 还要受啊 真正的接受 真正的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羞耻 而且还要顶缝 行持 这个是最重要的 做理而退 最后是做理而退 希望大家能够啊 今天听完这个太上三元赐福 射罪解恶 消灾 言声保命妙经 各法上等性 各法坚固性 各法清净性 各法勇猛性 各法平等性 各法柔和性 各法慈悲性 各法喜舍性 要发这些大心 要发这些大愿 把诵持 持送三元 栽戒 修持这个忏悔法门 断食恶 修持善 落实到自己日常的生活 学习工作当中 真正的能够达到 赐福 赦罪 解恶 消灾 衍生 保命 你们能够照祖师的经语 去修学 必定成就 过去有老修行就讲 我等位于祖师面 位置祖师时 然读祖师 然祖师言可听 祖师心可见 马灵祖曾经就说 何劳妙授 图五相 但愿君心可我心 诸位能够跟三观大地 圣心相合 自然能够赐福赦罪而解恶 消灾保命延伸 祈福而福治 让祸而祸消 那是不可思议的 是真实的事的 三观经呢 作为我们道门修行的 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在我们道门修行当中 是作为五堂功课要去送的 过去道展门 念经早上 卯时要念早课 五时就要念三观经 有时要念晚课 虚时要念白斗经 子时是要念这个黄经 都是为了修行所用 所以这是功课 最基本 最基础 你要做的功课 我希望大家 能够真正地发起这个心 也不要说今天在我这边 听了一遍以后 回去以后觉得自己 什么都懂了 就听一遍了以后 其实现在这个平台很好 回去以后了 你看 这个赵居士非常及时地 在第一时间 把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就发布到这个网上 发布到这个官网上 目的是让大家怎么样呢 没有听的 还有一个机会再听听 今天在课上 在这个堂上 没有听明白的 回去呢 再去听几遍 听了几遍 还有不明白的 遇到我了 再可以问一问 是不是 楼家勇 今年2018年 讲这个三观经 将来如果有缘 2028年 讲这个三观经 可能就讲的 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讲的不一样了 讲的难道是 离到越来越远了吗 如果是正常的这个 在这个行持 正常是在修行 应该是越讲 是要离到越来越近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听的 我自己也是在听的 这个经啊 什么叫做经 咱这次是把它 用这个三观经 是用四次讲了 将来可能我们讲的时候 要用四十次才能讲 或者是讲一年 就专门讲这部经 都可以的 这才叫做经 所以大家要一定要去 要去思维 你比如说这个经里面 有一个字叫定子 决定那个定 那要讲 讲三天都能讲 那是个大法门 你比如说 这个英福经里面的第一个字 观天之道 直天之行 那个观字 那个观字 那一个字 讲三天故地都讲完 这才叫做经 无声也有牙 耳知也无牙 以有牙随无牙代以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知识是无限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道是无限的 人终其一生 闻道 信道 学道 修道 得道 守道 所以这个道是用之不可济 用之不可济 是无穷无边 无边广大 所以你们在日常的生活 学习工作当中 更应该要不断地去体悟 经中的礼 与生活要相应 与自己的工作学习要相应 从而提高自己 觉悟自己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白云馆奖金 是在2003年 10月份左右 在过去道教学院的大楼上面 第一次讲那个太上感应 所以我这次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三观经 为什么要给他稍微详细地讲一下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一下经历 这三观经把这个三就是三观宝号讲完 我们还有一堂的啊 也都算在三观经里面 今天不是第四次吗 还有一次五次这个整个三观经 就是这一本经里的这一部大经一部小经 都讲完了 所谓的大经小经 经是不分大小的 咱说的是长短 因为那三观经长一点 三观宝号才三百多个字 把那个三观宝号讲完 这五次 这个都讲完 讲完了以后呢 就要讲北斗经了 那讲北斗经要比讲这个三观经 要讲得更细 要讲得更细 而且这个北斗经里面还有二十四法 这二十四法到时候都得给大家讲 那个讲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我相信在这样二十四法的时候 肯定来的人就会多 因为这个说法也在对积 要对积 要因人而说法 因地而说法 因事而说法 对吧 你不因人而说法 因事而说法 因地而说法 就没人听 没人听也不一定代表 这个人讲得就不行 那过去有些祖师讲的时候 一开始也没人听 他没有因地而说法 没有因人而说法 没有因事而说法 你看王春阳祖师 那个度化那个消道人的时候 那消道人就觉得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修得挺好的 他就听不进去 他错过了先远了 是不是 施教修行的消道人 对不对 你看他们两个人各写了一首诗 王春阳祖师写了一首 消道人写了一首 明显的消道人那个境界就低 所以说法也要应时说法 应地说法 应人说法 也叫随方设教 也叫应财师教 不同的人说不同的法 不同的人开不同的药 要对积 这才能够有效果 那好 今天我们三观经就讲到这 因为本身的经文 留下来的经文也不是很多 那么今天稍微早一点就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